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柳散河风 青山淡无虑 依从世字气 缘见寒富去 微语爱方圆 春秋名何处 乐游新驴纸 孙氏寄游据 中霸丝结卢 木桃成棵树 唯应物 对近代诗人陶渊明极为崇拜 无论生活雅趣还是诗歌风格 都像自己的偶像看齐 终日忙于公务 诗人 也有小情绪 于是放下工作 去野外散心 春风拂柳 青山如画 诗人 在山林水剑之中 在山林水剑之中漫步休息 雨后的原野 清新滋润 班约在远处 在远处音音歌唱 阳柳散河风 青山但无虑 可谓风景陶冶情怀的绝唱 尽管诗人 无法像陶渊明一样 词官归隐 但能在山林中 享受短暂的清静 足矣 大自然 有净化人心的力量 当你疲惫时 不妨也去山水间 走走吧